今日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带您来看治安法更名上路10周年 每年因为植栽死亡的人数 却没有显著下降 国内重大植栽案件不断 去年有300人因为工作死亡 其中营造业就占了半数 劳动部将提高相关的法则 加强承染人的管理责任 陈小姐的哥哥是客运司机 2018年执勤时脑中风昏迷 成为植物人 家人至今每周五天天天到医院探视 连续工作33天 家属认为是植栽 向客运公司求偿 法院采信台大医院诊断 认为是工时过长导致 资房遭判赔1369万 但这些钱也换不回家人健康 我希望政府能够比较透明化 就是说加强执灾的一些教育宣导 提高我们对劳工执灾的 一些权益的认识 然后可以提供我们一些 法律的援助 加强劳动部的一些执行的检查 像我哥哥的例子 客运公司就是要求员工 在执行中要规避 他会要求驾驶员把GPS关掉 让你没有办法去查到 常年关注劳资议题的律师詹杰祥 协助家属渡过难关 经守过不同的植栽个案 雇主他们一开始是推托出 就是说是员工自己想要去赚钱的 所以并不是他们不愿意遵守 而是员工希望多赚钱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理由 说我们并没有过失 要造成他的一个伤害 但我们这边的主张就是说 无论如何雇主本来就是要遵守法律的规范 不可以让员工有过劳的一个状况 只要发生执灾 背后影响的就是一个家庭 只安法更名上路满十周年 然而近年每年人有两三百人 因为执灾死亡 根据统计去年有三百人 因为工作而死亡 其中营造业就占半数有一百五十一人 摊开历年直灾死亡统计 一零八年三百一十六人 一零九年三百一十三人 一一零年两百七十八人 一一年三百二十人 一一二年三百人 历年营造业比例 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三三 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一六 特殊的工作环境潜在危险多 是最大的原因 另外一个地方来做 不管是员工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他有一发生职业上的灾害的话 雇主要负担完全所有的责任 包含如果是受伤的话 会所谓的伤病给付 医疗给付 那如果有到失能的话 还有相对应的失能给付 最严重的就是死亡给付的部分 如果今天是雇主没有遵守 相关的安全规则或SOP的话 导致员工的死亡 那后续这个受害者的家属 还可以向公司去请求 所谓的损害赔偿 根据现行法规 重大职灾没有做好必要预防责任 最高只开罚三十万元 若是针对承揽包商 未尽的承揽管理责任 最高也只能罚十五万元 为了进一步降低劳工职灾 劳动部拟启动修法 提高罚则 加强雇主以及承揽包商的 预防管理责任 目前修法的方向的话 其实是源头管理 跟提高这个罚则 减载工作要持续不断的推进 因为其实每一件 执灾它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我们当然是要努力的 尽可能减少任何一件 近几年几个 一些重大职业灾害 其实下降幅度很有限 我们是认为是说法规 可能可以在根本上面 可以做一些处理 提升我们的执法强度 修法还需要社会沟通 凝聚共识 政府有则做好源头管理 减少悲剧发生 TVB的新闻 徐宽山王后 与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类疾因SARS H1N1 新冠病毒等重大疫情 也让愿意走胸腔科的 年轻医师 雪崩式下滑 因为胸腔科 常在照顾家户病房的 重症病人 还有癌症病人 疫情期间 风险更高 新冠疫情间 常常每日每夜 在家户病房治疗 重症病人的 就是胸腔科医师 但现在胸腔科 自己非常需要被抢救 相当缺乏心血投入 主要是胸腔科医师 他的工作项目比较多 从轻症到重症都有 急症也有 胸腔科医师 明显的 他工作量是大的 但是他报酬是低的 他危险性是高的 胸腔科医师 平常就在救治重症患者 还有照顾肺癌病人 重大疫情时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年轻医师 很少愿意走这科 台北荣总胸腔部部主任 陈玉明 也是胸腔剂重症 加护医学会理事长 他相当忧心 根据统计 全台胸腔内科医师 平均年龄是52.47岁 年龄分布中 40岁以下202人 41到49岁有401人 50到61岁496人 62到70岁198人 71岁以上87人 40岁以下的医生 不到一成五 我们今年的总医师 还是蛮多的 我们今年是最多 最高峰的 六位 但是再来明年后 你就少了 我们的R4 现在只有两位 R3就有一位 行医超过37年的 陈玉明很感慨 若再有下一波 病毒强势来袭 能在第一线作战的 恐怕只剩老医师 希望国家要对 急重症科别 给予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而在疫情间 也扮演重大角色的 感染科 现在更是面临 危急存亡之际 几乎极少人会选择这科 每年报考的 感染专科医师人数 从过去的一年 平均40多人左右 现在一年差不多只有20人 很多比我年轻的医师 已经离开职场了 他们已经退休 比我年轻 不是借零退休 这个是一个高度压力下 有点心力交催的感觉 请问一下感染症医学会 有没有要求国家 预算先下来 我才愿意做反应 没有 立即下来 全部都给你做到位 但是国家有没有 念自在是 没有 完全没有预算下来 所以年轻人看破了 他说老师你们这样的努力 这辈子是你们家的事 他们不愿进来 台大感染科主任 陈怡君很担心 他在三年借零退休 当前辈们离开了 又后继无人怎么办 感染科是个无声的科别 要配合国家防疫政策 医院感染管制 还有24小时支援各科会诊 感染症发生 能不能选时间 会不会选时间 不会 可是我心脏病 心脏病也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都要紧急 可是国家都有一些 健保给付来支撑这样的运作 对不对 好 紧急 但是你紧急要搭配的给付 但是感染科没有 24小时要运作 你的同事会期待你 但是健保没有给付 我们圈内就是说 我们在做功德 感染科还要监测院内抗药菌 管理抗生素使用等等 他们在做预防的事 却很难被看到 而台湾的医疗崩坏现况 是一年比一年惨烈 台大外科部主任陈静新 接受我们采访时是早上8点多 6 7点时他已经先穿梭 两个院区寻防 其实龙头台大 在找外科住院医师 都相当辛苦 外科医学会给我的名额是17位 我们已经招到16位了 已经快要满了 几招了 到第三招 以前一招就满 以前我参加过我们 医学系的面试 他们高中毕业 刚想要真是进医学系的时候 每个人都怀抱理想 都要来走这种内外富额级 这种罕见的科 怎么会训练完了六七年之后 都没有人要来 所以他们应该是有热情 只是需要有人去唤醒 陈静新努力为年轻住院医师 争取资源 像是研究奖金等等 而在外科周末中 小儿外科最缺人 再来是一般外科 急诊到很多 另外像是外伤科 心脏外科等等 也是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投入 我觉得政府还是必须要 赶快拿出一些方案出来 来奖励这些 急重南韩的这些科别 这些科别你不能够说 等到急着要用的时候 那时候是产生不出来的 一般一个成熟的外科医师 至少要经过十年的训练 医界前辈 教授 医生们 能理解年轻人希望工作 与生活平衡 政府必须对重点科别 做保障与规划 很多人都去做整形医美皮肤科 这是自由市场机制 但别让台湾沦为 变美容易 秀密难的惨况 TVBS新闻张正安 王毅杰特导 还有现在的幼儿园司机 非常缺人 因为必须要在两年之内 没有任何的交通违规记录 而且限制年龄65岁以下 幼儿园长表示 未来开娃娃车 大很多都是比较高龄的民众 仔细介绍娃娃车设备 幼儿园园长对于车上 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视 毕竟是攸关幼童安全的交通工具 但园长也坦言 这几年要找娃娃车司机 难度非常高 他现在目前限制是65岁 就一定要退休 那以校车的司机薪资 要请一个年轻人 其实是请不起的 不管是教保员 厨师 还有娃娃车司机都非常难 因为薪资低 时间长 苦难司机真的很难找 因为娃娃车要求限制多 司机必须要在65岁以下 而且两年之内 不能有任何交通违规祭典 云当表示 年轻人通常不会来开娃娃车 多数都是退休人士 但65岁年纪限制又很尴尬 加上交通违规祭典 一点就不行 加上薪资条件问题 大家宁愿去开Uber 也不愿意当校车司机 让人力一直很缺乏 目前幼儿园三台娃娃车 三位司机都符合标准 但过没多久就要超过65岁 还是得面临找人的挑战 不少幼儿园的园长 都希望能放宽年龄标准 提高到65到68岁 违规祭典 肇事记录部分 是情节轻重 适度放宽 让司机来源能扩广 解决人力缺口 像我园内的司机 三个都是62 63 全部要退休了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 剩下还有两年 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 想办法介绍 其实我们也很认同说 能够立法 可以让王阿社司机 透过合理的体检 例如他65岁 60岁以后就每年体检 65岁也可以变成半年体检一次 固定的体检 他的身体状况是可以的 情景之下 是不是能够开放到70岁 因为真的越来越难找了 我们之前搭娃娃车人数很少 然后后来慢慢扫子花 到现在我们就觉得说 养娃娃车真的很辛苦 因为要养车 然后养娃娃车司机 还有一个随程老师 我觉得这样的成本太高了 另外一间新北地区的幼儿园 三年前也曾经设置娃娃车人力 但因为考量成本跟司机 最终也决定撤除 员长表示 娃娃车人力真的不好找 若不能再兼顾安全之余 改善放宽制度 恐怕这问题会持续下去 第一你要找 就是要半退休 因为你如果三四十岁撞年 他不会来开娃娃车 可是四五十岁 你就觉得说四五十岁 然后这个钱 早上七点十分就要来 然后中午有时候半天半要回家 然后四五点又要来 你要卡人家早上中午晚上 根据教育部统计 目前全国有三千五百八十九辆幼儿园专用车 毕竟搭乘的都是幼儿 所以特别辅导管理 目前业者所提的放宽幼童乘坐驾驶资格的建议 考量幼儿安全 以及涉及的层面比较广 还需要严格审视 谨慎评估 目前许多幼儿园跟家长 是倾向让现役的校车司机 放宽年龄限制 但有部分家长游行驾驶的安全 整体措施人代评估审视 多数家长对幼童娃娃车司机 他要从六十五岁 研聘到六十八岁这个议题 大部分应该还是持 不会反对的意见 但是幼儿全方位的安全 毕竟还是最高的考量的情况下 我们要呼吁业务主管机关 除了要落实现行 对幼童专车司机的 鉴检相关的规定外 这个规定里面应该要涵盖 加强这个认知功能的检测 放宽标准解司机荒 这天平两端 如何调整考验政府智慧 TVN新闻成员来明 台北桃园采访报导 不少小小孩睡觉的时候 都会抱着专属的小贝贝 或者是布偶 而有一些小贝子 是不能洗也不给碰 这其实是正常现象 长大后学习独立 就会逐渐脱离 可是台湾毕竟潮湿闷热 如果都没有清洗 会不会累积细菌 眼睛滴滴 准备要哄睡午觉 这条白色的小贝子 就是必备品 不是盖着 而是抓着贝子睡觉 就连要带儿子出门 这哄睡神器 也绝对不能漏掉 他喜欢的主要三件 都材质大概是这种 免质的 对 然后 从小的话是人家说 有小贝贝的习惯 会比较好睡 睡觉前的仪式 就是让他有个小贝贝 他就知道 拿着那个小贝贝 就是要睡觉了 从儿子出生到现在 一共有四条小贝子轮着替换 固定时间就得清洗 毕竟也会担心 使用久了 上头会沾染灰尘 他这个算是出门必备 没有 这就是一定要带 因为他就是摸那个材质 味道他没有那么在乎 大概一到两个礼拜 可以洗一次 大了想要继续留着也可以啊 确实不少人都有这个习惯 而且有些还会不给洗 也不给碰 睡觉都是紧紧抓住 但其实这算是正常现象 小贝子就像是过渡性课题 妈妈不在时 尤其他特定物品照顾自己 所以对孩童来说 暂时是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但这种状况 通常会逐渐脱离 他其实是正常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们小朋友在发展 神经在发展过程当中 他是从慢慢会从妈妈 跟妈妈在一起 然后慢慢会独立的过程当中 他需要有些时候 在妈妈跟独立之间 需要有个性的依靠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可能会有一种替代物质 像说毛巾玩偶等等 慢慢到大班就不见掉 因为他慢慢熟悉了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不需要强制 不只是小贝子 不偶有时小孩也紧抓着不放 但如果家长强制拿走 对小孩来说 是一种侵略剥夺的行为 这容易会使他们情绪不稳定 也可能会对照护者的信任度 再下降反而反感 这样的一个小贝贝 他其实是一个对孩子 是有一种安全感的一种转移 所以先不用过度担心 因为孩子是非常随着 家长的情绪在一种同步跟脉动 可以用一种比较柔性的引导 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小娃娃 或什么可以替代的 然后让他可以学习慢慢的转 但偏偏台湾闷热潮湿 如果贴身物品不洗 容易会有细菌 黴菌 成蚌等过敏源 这时家长该如何循序引导 避免孩童过度依赖 关键在于千万不要用强迫 的确里面是会造成一些 过敏的症状比较容易出现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 定期还是要 比方说要洗或是干燥 烘干等等这一些 你可以跟他沟通 比方说当你想妈妈的时候 也许你也可以拿出新的玩具给他 这玩具是你特别挑过 比较不会过敏的 在育儿的最初阶段 就可以先避免孩童依赖同样物品 可以多项轮替 但如果来不及了 小孩已经形成依赖 记得先和他们沟通 是否能够每周清洗一次 做好消毒 要让小孩知道 东西一样是他的 而且没有损坏 只是要把过敏源清除 心理师点出 在这过程当中 要试着补足孩子的安全感 就有一岁多的孩子 家长会带一岁多的孩子 因为他那个不安全感的行为 比如说那个小辈辈的行为 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固着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游戏治疗 跟他在玩的当中 去了解他的焦虑特质 或是说为什么这么焦虑 他好像就是无时不刻 那个量太多 频率太多了 可能在我们正常值多的时候 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 问问看 比如说其他的照顾者 然后再来就是我建议 是有专业的一些的评估 家长也不用过度焦虑 需要小辈子或玩偶不是异常 但切记不要强制执行 而是观察以及理解小孩的需求 否则久而久之 可能会形成不信任感 对比新闻 联制就有宣传台的报道 根据CNN报道 人类不知不觉吃进去的塑胶微粒 每周的量可能已经一张信用卡大小 从大大小小的水平到食品容器 人类生活中充满塑胶制品 但使用之余 一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塑胶微粒 正悄悄吃进你我肚子里 这种小于5毫米的塑胶微粒 按来源又可分成初级塑胶 和次级塑胶两种 先者指人类工业制造时 产出体积很小的原料颗粒 后者则是从塑胶瓶 塑胶带 甚至合成纤维 轮胎等 金子外线照射 或风浪拍打 碎裂成小颗粒的过程 早有研究证实在人体器官 和血液检测到微型塑胶 到底人类为何吃进 这么多塑胶微粒 因为它几乎无所不在 不只藏在微波容器中 也出现在食物和饮用水里 甚至盘旋在周遭空气里头 举例来说 就连平常调味的食盐 也会从开采的湖泊 和海洋中吸收塑胶污染 还有研究称 某种类型的茶包 可能含有近十亿个塑胶为例 2022年科学家首都在 人体血液中检测到塑胶 不止比例高达80% 有些还有两到三种 不同类型的塑胶 有专家认为 人类一些心血管疾病 中风早逝等 也多少与体内塑胶为例有关 塑胶为例也可能出现在胚胎当中 干扰特定荷尔蒙与受体的结合 举例来说 男性的胚胎需要搞固酮 刺激发育 而塑胶中的零本二甲酸酯 却会干扰相关过程 代表小孩长大 很可能变成不孕 虽然人体也可能自行排除一些吸收的塑胶 却又因为每天接触的量食在太大 很难精确估算对健康的影响 如何避免吸收净塑胶为例 CNN医疗记者建议从改变生活习惯做起 像是轮胎过度磨损产生的胎成也含有塑胶为例 因此除了定期检查胎压也应该避免开快车 但更重要的还是落实减速做环保 研究显示目前每年人有约1400万吨的塑胶流入海洋 如果将塑胶为例算在内 到了2040年海洋中的塑胶累积量可能达到6亿吨 也难怪沙滩上随便一挖都有满满的塑胶碎片 因为塑胶垃圾得花400多年才能分解 不只严重污染海洋 衍生的塑胶为例 也正一点一滴威胁着人类健康 铁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